当红人气偶像陈延熙最新电视作品 记得我们有约就在中天电视 10月1日起每周六晚上10点 中天综合台 记得我们有约 一斤两块钱的柿子到底哪里买得到了 民进党文宣掀起了蓝绿大战 民调呢现在也出现了一些的变化 而这个总统呢 今天下午要到台中东市去视察柿子的价格 结果今天上午绿军截足先登 苏扎全抢先一步先到东市去了解状况 前一天才宣布劳工政策要把无薪假法治化 对经济前景严峻 总统借着会晤世界华商领袖的机会来喊话 在政府人民一起努力底下 我们关关难过关关国 这是我们有这样的讯息 但是还需要大家一起来协助 马总统强力展现信心 不过一颗心也悬在选情上 尤其是最近蓝绿对决的主战场 两元柿子问题 根据汪汪中市民调 上周五所做的调查数字 马无配支持度42.6% 英家配39.2% 双方差距只有2% 不过民进党打出水果月利文宣 柿子大战开打之后 根据联合报最新民调 马总统支持度4成1 变化不大 蔡英文调到3成5 拉开差距 市价争议对绿军冲击不小 民调重新拉开差距 总统的脸上稍稍有了笑容 打市攻防站趁热 马总统下午要到台中东市 视察世子的批发架 不过抢在总统抵达之前 民进党临时发简讯 苏家全抢先一步 要到同一个地点关心市农 马英九全力反攻农品物价 事先公布了行程 却被对手截足先登 半天的领先度 蓝绿狮子大战正式引爆 这对综合报道